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7日 老實說,小弟有時候 一直在看國際新聞的時候 發覺國與國之間 其實做了些事情都很小學雞的 回想回小學的時候 如果當我們跟朋友吵架 很多人會怎樣做呢? 很多人就會把朋友 亂按按個花名 然後把花名唱均 或者甚至有些很正式的 絕交活動 小弟有沒有做過? 也有做過 因為小弟在小學的時候 都會小學雞 不過老實說 小學生不小學雞 什麼時候才會來小學雞呢?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 現在國與國之間 其實有時候 行徑都很小學雞 這個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嘆呢? 就是我看回 原來在去年的8月份 2019年8月份 美國的財政部 當時是因為跟中國 貿易戰正在如火如荼 所以財政部 就走出來抹黑中國 就說中國 是一個貨幣的操控者 就是說中國 硬定過貨幣的匯率 令到自己有貿易的優勢 到底這個指控是否真的呢? 其實我們看到 不夠半年時間 到今年2020年的1月份 其實他已經自刮嘴巴了 就是已經當時 將中國 中國是貨幣的操控者 這個標籤 又將他脫下來了 原因是因為 中美貿易談判 就開始要講和 就是說 其實他一直對中國的指證 說中國什麼什麼 說中國什麼什麼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是作為自己的 談判和政治的本錢 這些是 如果放在人身上 我們會說是什麼呢? 會說是什麼呢? 這些叫做無告 叫做無裂 但是國與國之間 不知道為什麼 第一大國會做這些事情 其實看完這裡之後 小弟就想和大家探討一個問題 到底人民幣 可不可以做一個 國際貨幣 是否一個國際貨幣呢? 大家覺得 而且如果是國際貨幣的話 就是說 國家可以拿人民幣來做儲備 而事實上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儲備呢? 這個也是這次小弟 想和大家探討一下的話題 就是看今天中國的貨幣 在國際的認受性是如何 我們如果看回這一篇文章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 其實在2018年 中國人民幣 已經得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認可 這個認可就是來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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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就開始把人民幣 擺進去做他一男子的 國際儲備貨幣裡面 就是說 在那一刻開始 人民幣正正式式 成為一個國際貨幣 所以 當時 是不是真的擺很多呢? 不是的 2018年的時間 其實人民幣只佔 整個男子貨幣裡面的 儲備的貨幣 只是佔百分之零點一 即是千分之一 雖然看這個百分比並不多 但是當然 儲備相當大的 其實這裡也用了不少人民幣去 其實如果說到 作為一個外匯儲備來說的話 大家也相信 一定很清楚知道一件事 問一個問題 大家都懂得回答 全球最高外匯儲備是哪個國家? 沒錯 我聽到有答案 傻了 怎麼會聽到 不過我聽到大家心裡的答案 都是同一樣的 就是 中國是全球外匯儲備最高的國家 2020年的3月份 全球外匯儲備 中國排第一 而且是去到 這是八萬 十億 八億 千億 萬億 去到三萬零六百億 美金 這就是我們中國外匯儲備 排全球第一 而排第二的日本 是有 一萬二千多億 當然日本人口少很多 如果以人均計算的話 其實中國還不是第一 但是我們計過總數量 中國是第一 所以我們為國家的進步 而開心之餘 我們不要太自滿 這條路仍然很遠 如果我們一直這樣看下來的話 我們看到 頭二十位 都沒有美國的 美國不是一個儲錢的國家 所以它的儲備並不多 我們只是看香港 原來香港也排第七位 所以香港和中國聯合 經濟實力是非常之強 美國排第多少 排第22 十億 八億 千億 千多億美金 但是對美國來說不要緊 美國可以盡情印銀子 因為全球都在依賴它 但是現在這個依賴 我相信 慢慢 逐漸 是會被減弱的 因為其他的貨幣 已經冒上來 而且貨幣基金組織 是希望用一個比較公平的手段 不要讓其中一個貨幣獨大 我們看看最新的IMF 即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 顯示人民幣佔全球外儲的比例創新高 這個新高是多少呢 由第二季度 這個是2020年1月份的報道 所以說的是2019年的數據 由第二季度 1.97% 就升到2.01% 也不是很多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2018年 當中國人民幣正式加入這個儲備裡面的時候 中國只佔千分之一 但是短短不夠兩年時間 到了2019年的第二季度 已經突破了2% 這個升幅是20倍的升幅 短短不夠兩年的時間 有20倍的升幅 當然這個是貨幣基金組織 它的決定 但是也反映了全球對人民幣 或者對中國這個經濟體的認同 其實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實質 比較詳細的數據 我們會看到 其實現在中國正在處於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裡面的 貨幣的儲備裡面 中國是排第五位的 第一位仍然是美金 第二位是歐羅 這兩個都是相當大的經濟體 然後我們繼續數下來 日本英是排第三 而這個英鎊是排第四 排第五呢 就是現在去到2020年 第一季度 已經是 其中佔的分率已經是去到 221個billion 就是2千多億 就是人民幣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人民幣其實現在在國際性的重要 國際間的重要性 其實一直在提升 當然了 第五位是不是很厲害呢? 絕對不是 所以我奉勸各位 我們開心之餘 仍然要知道 這條路仍然非常漫長 暫時來說 美元 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儲備貨幣 只不過 對美元的依賴 現在是全球性 都慢慢降低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美元 就是由2014年的 66%是美元 現在 到了2019年第三季度 跌到 只剩下 61.78% 相信 隨著其他貨幣的加入 以及其他貨幣的重要性 慢慢提高 可以令到全球對美元的依賴 減少 至於美國還可以靠印銀子 去解決所有問題 相信他們都要再深思 其實如果我們看回人民幣 是越來越重要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中央當時 2003年 真的對香港有多好 因為 其實2003年 緊接沙士之後 中央就推出了很多政策 救香港的市 所以如果大家看回一些數據的話 會看到 2003年 沙士令到香港經濟重創 但是這個經濟 是得到一個V型的反彈 去到年底已經收獲所有失地 甚至是有進障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時有自由行 帶來一些消費者 有SIPA 令到香港主義人士 可以在國內賺食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中國 當時在香港 設置提供人民幣的清算業務 其實這件事 一直到2003年8月 就是當時宣佈了有這樣的想法 根據SIPA簽署之後 就同時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去到年底 就已經簽署了備忘錄了 其實看到 去到2007年的6月份 都有新的事情發生 將這個 施行人民幣金融離岸中心 正式開始 咦? 2007年到現在 13年 其實這13年 到底香港做得有多好 會不會掌握到這個機遇呢? 其實很老實說 因為香港的市民 和中央政府之間 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香港有部分市民 就好像很仇恨中央那樣 那所以呢 其實很老實說 現在的機會已經旁落了 那就可以看到 現在就是 人民幣自由的兌換 已經進入一個自由兌換的階段 那就是由上海先行 已經不再是香港了 那其實很老實說 香港作為祖國的一部分 不背靠祖國 我們可以怎樣呢?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香港有些人 反而是要背棄祖國 仇恨祖國 反而向著一些 不會幫他的國家 歐洲 美國 那結果呢 就讓人民幣自由兌換 一個這麼寶貴的機會 我們呢 就是將它拱手 讓給上海了 那其實呢 也可以眼見 人民幣呢 通過自由兌換之後呢 在國際性呢 那個認受性 和重要性 也會慢慢提高 因為始終作為 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 那所以呢 其實在今年的六月底呢 土耳其中央銀行呢 已經宣佈了 就是呢 所有和中國進口的商品裡面呢 全部都以人民幣去做結算 還不再需要兌換做美金 再用美金兌換土耳其幣 和兌換人民幣 那就節省了很多功夫 那而且呢 也是可以看得出呢 就是中國人民幣 作為國際貨幣的其中一個呢 最大的證據 就是呢 有土耳其的中央銀行呢 是已經宣佈了 是接受這個新的國際貨幣了 那所以呢 可以看得到呢 未來呢 中國 尤其是中國的貨幣 人民幣呢 在國際之間的 那個認受性 和重要性 會慢慢提高的 那這個呢 也都是象徵呢 全球呢 進入了一個新的秩序 那就是可以慢慢呢 希望可以慢慢 將全球呢 在美元依賴的方面 慢慢抽身出來 打造一個呢 全球更加公平的經濟系統 好 那小禮呢 這次的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之感謝大家的收看 以及支持 那如果大家覺得 小禮這次的分享呢 對大家是覺得有用的話呢 或者呢 很希望這些資訊呢 你們身邊的朋友都可以收到呢 很希望大家呢 是按一按的分享 就是把它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呢 現在中國的貨幣呢 其實在國際方面呢 已經是開始呢 立足和建立起自己的地位了 如果 如果是 大家有興趣參與小弟 下一個討論的話呢 很歡迎大家 訂閱了一個免費的頻道 還有呢 最緊要按了一個小鐘 那當小弟有下一個話題 錄下一段片的時候 大家會馬上收到通知的了 再一次感謝大家的收看 以及支持 我們下一次 下一個話題再談過